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9日,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先来一个新闻众述,看看人民日报,新华社,凤河网,海外万维港,法国,美国之音等等,各个媒体的重要报道和评论,一个是习近平还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边防部队建设情况。 或许已经回到北京了,但是媒体还在大肆地宣传忽悠,昨天已经讲到了他为什么到内蒙古,今天看到了更多的报道,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的情况,习近平是7号在内蒙古调研边境管控,你看,他去了以后已经做什么,目的已经点出来了,一旦中美开战,和俄乌局势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和习近平和中国联手,中共联手,那么这个习近平如果下令啊,直白的啊,就是支持俄罗斯,知名性的武器,或者派部队啊, 这个加入这场战斗的话,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如果这样的话,战争爆发,爆发以后就会有大量的老百姓啊,这个躲避灾难,逃亡境外啊,那么这是一个边境啊,这是一个,将来很可能是难民啊,这样一个爆发点啊, 所以他提前做好准备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这个昨天我已经讲到了啊,美国在外蒙古啊,就是蒙古国,有军事基地啊,内蒙啊,内蒙外蒙,这连在一起的,历史上,这里有很多的纠纷啊,等等,我不去多讲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把,经过几年的事件呢,打掉两股势力, 一个是地方势力,就是乌兰福家族的啊,其实他的父辈和这个乌兰福关系还是不错的,习近平也翻脸了啊,把吴小林吓得混倒了,吴小林家族的,乌兰福家族的地方的势力,就以前建政以来做大的,几乎全灭了啊,以反腐败的名义啊,甚至用传言讲把布赫已经死掉了,他的财产没收了一亿多,这新华社报道,但是没有点名, 啊,就是一个人躺在墓地里都死了,还能没收的财产,这是气闻的,新华社只这么一点名而已啊,那么布赫的秘书,石文青也抓了,对吧,最后一直还是南昌市委书记啊,不晓林在人代会上混倒了,第二股势力就是什么,胡春华的势力啊,所以习近平来这里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我认为,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忽悠是怎么忽悠的啊,他一定是来以后,四查部队啊,因为刚刚讲到两个人, 这个问题啊,就是边控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啊,这个预防美国的军事打击问题啊,因为以后的战争,不会像人们想象的,搞兵团作战啊,搞不好刚开始就随意,就搞斩首行动了,所以他现在害怕啊,因为美国在这个蒙古有这个基地啊, 武林基基地啊,军事基地啊,袭击北京很近啊,所以习近平要严防,习近平这次来,主要是来安抚军队,你看来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县乎厅区,北部战区,陆军,驻内蒙古边防旅,内蒙古军区,房子这里有反叛力量, 一旦有到那时候带入党啊,甚至这个,起义啊,动乱啊,兵变啊,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就因为什么内蒙古啊,大致的蒙古族和这个汉族历史上的纠纷,远远流长啊,不是那么稳定的啊,这些看一看过去那些历史就知道了啊,也是常识,那么西平来了以后呢,这里强调什么,你看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掌握军队, 坚持不信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凝心住魂,其实就是洗脑,听他的啊,军委主义负责制,千万不要,这个,啊,和他理心理得,房子啊,发生病变啊,这最重要的事啊,你看,他来到这里以后,谁陪同他呢,那个,河北东陪同,看见没有,没有张有霞,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张有霞年事已高,有病了,身体不嫁,也可能不对出什么事, 内斗也不好说呀,因为河北东是习近平上来后,贴杆踢不上来的啊,习近平疑心太重啊,部队内部斗争非常激烈,也可能发生内斗,还难讲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呃,第二题,那么在这之前,给大家预报一下消息啊,新华社今天在等版面,实际上,李强今天动作更大,李强到了辽宁,啊, 这是由这个,呃,新华社,由这个凤凰网率先报道的啊,凤凰网为了,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这个点击率的事儿,因为如果都是,千篇一面都一样的内容啊,没有人看,所以他就把这个内容现在凤凰网先发了啊,也就是,但是要等这个新华社到处摆面,提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 是一把手啊,李强是跟班的啊,所以这个,李强这个新闻已经发生了,就在赛阳调研,凤凰网今天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有图片,有文字,呃,还有视频,刚才我看了一下视频啊,视频的声音,可以打开,你们听一点点啊,这样,这样有点就是,现场感啊,他是这样讲的呢, 他这个,你看他,下来视察,啊,走到哪里,都要什么,吹捧习近平,啊,现在为什么这种局会议,有的是不公布啊,其实公布都没有用啊,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多多少少还有对立派,也就是行臣, 跟共识,各种观点啊,还能够,呃,多多少少计身广义吧,现在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这个证据会议,估计是,就是黑帮老大,训下不选兄弟,我认为啊,所以他公布公布无所谓啊,再加上内容比较敏感啊,那么李强在辽宁调研,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为什么呢,他来以后啊,一个是经济, 为什么,西平在这个地方,搞这个反腐败,打击李克强,瓦地三尺啊,最厉害就在这里,所以折腾的鸡飞骨跳,公安厅厅长换了四人,你就想一想吧,抓了四人,那么这个经济受到影响了啊,再加上现在大环境啊,这个外商纷纷撤资啊,过去你想,辽宁龙头大连,我非常了解啊,你看我在那干了将近二十年新闻,你想一想,是不是啊,现在已经和过去 大位不同了,所以说他到了辽宁去,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个一个是经济问题,经济困局的问题啊,下一步要打仗了,怎么向战争的这个战事经济倾斜,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李克强的派系,汪敏的派系啊,就是共青团卖,还有不威胁来的派系啊,就对立派,反他的人这事儿的处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对他来讲,只不过他这个报道当中不能讲, 只能讲他撕撒这里,看看那里走走,还到大连去了啊,刚才我看到那个视频,你们可以过一会儿,新华社就要上版面了啊,这是李强,那么李强也提命他啊,将来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现在这个很可能发生战争,在这个时候正好用,用了一个最低能的人,都是他有下小圈子里,就最严峻的形势,正好正是一群这个这么讲吧, 能力超差的人啊,他远远不如李克强啊,就包括他对辽宁的掌控,他有什么掌控啊,辽宁的国外民大部分都是支持,或者是支持国家来人,或者是支持文石镇的,或者是支持李克强,对吧? 他怎么有可能支持习近平,习近平对这个地方,他还是刚刚支持反腐外,抓起人,让人恐惧,从内心深处,他们能赞赞习近平吗? 所以他来了抓境界,也不会是起什么作用,而恰恰这个辽东半岛,就辽宁非常重要啊,你想他岸钢,对不对?这绝对将来打起仗的话,你在生产枪炮子弹啊,这非常重要啊,这不我就不去多讲了,关于这个国际形势的严峻,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了啊, 战争随时爆发啊,你看,虽然这现在散发的消息讲说是,这个布林肯啊,这一两天,下一周我很可能就要到美国访问,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关系能够转好中美关系,昨天我曾经在视频当中讲到了啊,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今天美国资议报道,美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法案,取消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了,这是很大的事啊,这肯定也急弄习近平,对吧? 你看,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法案,这今早上报道了啊,要求行政部门推动政策,结束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啊,此前众议院一致通过类似法案,将指示国务卿制定政策,取消中国在国际组织中使用的发展中国家的标签啊, 这相当大的一件事,你看,你以前是优惠政策啊,在各个领域里,你的,不管是什么,税收啊,销售啊,优惠政策各方面等等啊,税率各方面都,都有优惠啊,这个等到下一场啊,再介绍这个,这个重新的,美国之音的, 那习近平面对这个情况,他会怎么样,你即使来也很难转变国策了,是不是啊,那么有可能怎么办呢,习近平要不要武统台湾,会不会打台湾,其实打台湾就找个借口吧,把国内这种矛盾啊,就无法解决这矛盾,党内这些军队对他的反对的一线转到海外,那只有就打仗,啊,再加上现在,恶务战争发生到今天了,这种情况啊,这个今天凤凯网有一题, 报道什么呢,非常重要,也就普京会见卢卡申克,确定在白俄斯部署核武器的事件都已经确定了,你就想想吧,习近平大概率是要倒进俄网斯了啊,和这个自由世界大决战了,到那时候不是打,不仅仅是打台湾的问题啊,搞不好直接打美国,这边我已经讲到了啊,打关岛,日本等等啊,那么今天,就台湾问题是个重要议题,是不是啊,你再看一看, 李懿是怎么讲的啊,李懿,现在的调门又升高了,李懿讲呢,台湾问题再拖下去,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是中国军队的耻辱,换党算了,换朝代算了,话都讲到这个程度了,你就想想这是个什么形式啊,他是有来头的,不是随便讲的啊,给大家听一点,李懿 是中国国家的耻辱,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是中国军队的耻辱,而且稍有风吹草动,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你还执什么证,换人算了,换党算了,换朝代算了,你看,直接讲到这个耻辱了吧, 那就极大的刺激习近平,习近平和军队听了,会怎么样,难道今天是把他抓起来吗,是吧,现在国内老百姓,让中共官媒鼓动的宣传的啊,都对打台湾这个事,很多人是支持的,稀里糊涂支持,你必须承认的,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你再看下一题,下一步更麻烦,今天最大的新闻是, 其实不是刚才讲这些闻啊,是万维网的篇文章,台湾外交部长吴钊谢下周将出访欧洲,干什么呢,并将与捷克共和国总统同台出席一场活动,分析指出,吴钊谢这场颇不寻常的欧洲自行,也为外界视为台湾的一些,一向重大外交图核, 路透社引述四名,知情人士透露说呢,独家率先报道这些消息,路透社,两位不具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吴钊谢下周将首先访问欧盟所在地,叫布鲁塞尔,对吧,但是没有透露访问的详细安排,另外两位人士表示, 吴钊谢还访问捷克首都布拉格尔,近年来,随着北京对台湾打压力度的升高和军事威胁的增大,美欧很多国家增大对台湾支持力度,美国除了大幅增加对台军售和台湾的安全军事合作外,一再鼓励欧洲其他的地方的美国盟友增强对台湾安全重视和对台湾民主自由的支持, 你看欧洲的议员,大大小的国家,很多都去过了,对吧,甚至有这一章啊,路透社在报道指出,在俄罗斯悍然对乌克兰无端发动大规模武装群体之后,中多欧一些国家明显加大对台湾支持力度,他们也不在乎以往北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愤怒和不满啊, 你像习近平看到这个形势给我们拿火,他就讲,这个乌兆歇斯6月14号将和杰克总统帕维尔共同出席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一场安全会议, 还在这个帕维尔宣布会议开始并致此后在大会上演讲,有人透露呢,杰克此举相当不同寻常, 因为杰克领导人通常不会与台湾官员同台公开露面,你像习近平会怎么样,对吧,也是非常恼火, 你再看国内的礼仪这个代表国内的一些人的一个激进的情绪, 你再看美国的国会一招一招的,说把这个事在逼中共啊,你就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情况这样发生啊, 他说,这篇文章讲,路透社分别联络台湾的外交部和杰克总统府寻求对乌兆谢欧洲性的评论, 但是遭到前者婉拒,后者没有接听电话,他们现在没有透露,一定这个事非常敏感, 目前外交部也没有对他进行回应。 这个美国之音报道讲,杰克共同国总统帕维尔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 纪念一月当选总统以后,称义蔡英文通了电话, 此举是台湾的一大外交成就,让北京愤怒不已, 不过最让北京愤怒的是立陶宛, 二一年同意台湾以台湾的民意在纽尔维斯设立代表处, 北京因此将与台湾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啊, 就是大势极限变成代曼极了,对不对, 还对立陶宛实施了经济制裁, 那么杰克,所以你等着看嘛, 如果你在几年前就看过我的节目, 我记得在两年前,就在立陶宛的事, 我曾经已经给大家讲到了当时我的分析啊, 现在看来这一天已经来临了, 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战争很可能就从台海南海, 也就是中美之间,不仅是台湾问题啊, 搞不好这个就是要面临的这个战事啊, 所以现在习近平做的一切都是为战争做准备, 包括李强一切为了战事经济做准备啊, 你再看今天下一题啊, 专题中统公司高标准高占位推动什么呢, 这个主题啊,主题教育, 就是洗脑啊, 为什么会发现前手门这个事件, 我不跟大家讲了,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啊, 都是精心策划的,是吧, 那些老板不都这样带着小秘密到时候走吗, 都是这样啊, 有没有说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 那很难讲了, 都是个人隐私啊, 吵得这么大, 那就是一个精心运作的一个什么呢, 内斗的一个故事啊, 你看呢, 这个这一题怎么讲呢, 学思想强党性纵实现戒性功, 因为现在反习的人太多了, 包括国企老板, 都有理由反他, 因为过去在胡文年代, 胡锦涛文家宝年代不是这样, 大家亲眼看着经济, 这样心搞了一塌糊涂啊, 内政外交都是富贝受敌啊, 战争马上来临, 谁愿意啊, 所以这些国企老板呢, 基本都反习, 你看这里就讲到, 洗脑, 中投公司系统, 2500个计程党组是, 2.9万党员呢, 掀起来学习热潮, 就洗脑吧, 怕反对他, 对吧, 所以呢, 就需要什么呢, 你洗脑有的不听怎么办, 抓, 找几个典型, 你像那个, 像胡锦涛吧, 就是这个牵手, 牵手门的, 前校女孩守了, 他就是一个典型了, 梳了一个标杆啊, 给找他的麻烦, 其实早就盯上了啊, 你再看后一题, 蔡奇更好颠覆起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 洗脑, 他为什么在文化领域现在着急啊, 因为文人有自由表, 有表达的能力啊, 这个很厉害, 扩散的能力, 你比如说他乡下的农民, 或者工人, 他不会写作啊, 也不这么会讲, 性格挺内向的, 他有什么事就放在心里, 他没有什么传染能力, 对吧, 传播能力, 所以他很重视, 你看搞座谈会啊, 叫什么座谈会呢, 就蔡鸟亲自主持, 他是习近平的第一期影响, 他讲什么, 学习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 四个自习, 四个意识, 看起来都讲这些事啊, 他召集什么呢, 召集了中宣部, 新华社, 中国社会新科学院, 社科学院, 文联, 天津思维, 宣传部, 福建宣传部, 江西宣传部, 陕西宣传部, 负责通知发言, 就什么呢, 这些地方非常重要, 江西是曾庆红的老巢, 对吧, 反习的人很多啊, 等等等等啊, 你看到中央宣传文化负责单位, 各个省市新疆建设病团, 宣传部病导参加, 李叔里主持, 就洗脑, 就一轮轮开始洗脑, 为什么他怕, 因为习近平现在这个, 我认为他现在反他的人太多了, 就威信太低了, 这个尤其是三年封控稿, 最后又解封了, 又说收放自如, 新冠的治理, 再加上和美国翻脸, 国策转变, 因为战争带来了, 大家肯定是有意见, 所以他现在慌了, 每天都在讲这个事儿啊, 你看, 下一题就是讲虚假宣传, 讲经济好, 经济好吗, 好还能这样吗, 经济不好, 怎么办, 就靠统计局虚假的数据, 你看讲到, 国家统计局9月发表数据,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指数, 同比上涨0.2%, 这些数字反正真正假假, 你不能说一点不好, 就是可能比过去好多了, 就是分控的期限好多, 但是无法向他讲的情况, 这都虚假宣传, 下一集题, 这两题是讲什么, 万国来潮, 你习近平特别, 这个人就狂妄自大, 就是浩大习工刚, 他这个性格就有点像什么, 有些人他就愿意当老大吧, 都希望新奇朋友, 左邻右手都围着我算, 都到我这里吃饭, 他也慷慨吧, 越拿钱, 围一圈人, 就这么个性格在国际上, 所以宏都拉斯总统来了, 卡斯托罗来, 来了以后, 你先过在上海待着, 他就要这个效果, 你等我, 我是皇帝, 你来拜我, 我什么想见你, 什么想见, 我先去上海看个大好形势, 上海在领域转一圈, 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我在那住了, 从监狱释放以后, 我去住了两次, 因为我表哥在那, 就是我对这个地方, 我也是挺喜欢, 你随便在江边走一走, 是吧, 这个可以确实好, 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经济形势, 也是令人堪忧, 这个内斗也非常激烈, 老百姓也比进, 但是他肯定选择好的地方, 宏都拉斯总统一看, 太好了中国, 然后再进京, 跪拜习近平, 习近平给钱的, 来拿钱的, 后一题, 巴勒斯坦总统也是, 有来见的, 你看, 我老大多厉害, 你们别鼓励我, 你美国不理我, 我不理我, 我不理你, 你都得来, 来我就给钱, 是吧, 这个很有意思, 就现在这个形势, 它永远这样, 你看, 应这个国家主席, 习近平邀请, 这个巴勒斯坦总统, 马哈茂德, 阿巴斯, 将在6月13号到16号, 还没有来, 这愈发消息, 证明习近平的伟大, 那么后几题, 你看, 都是讲什么, 经济, 但是一讲掉盘了吧, 经济漏洞出来, 你看什么会, 国家医保, 医疗保障局, 绝不让医保, 资金成为唐僧任务, 看见没, 这里你听他讲的声音, 你看, 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 叫, 严勤会, 目的就是要严监管, 严监管, 这个医疗费, 医疗保证金, 医保基金, 啥意思, 没钱了, 是不是, 如果在胡闻时代钱很多, 还计较这个, 是不是, 你就可以掉底盘了, 医保, 老保都成了问题, 再看后面, 也一下掉了底盘了, 就宣传自己, 你看, 这是什么, 手机就是, 叫, 链博会, 什么叫链博会, 生产链断了, 对不对, 供应链断了, 因为以前的中国是世界大工厂, 什么产品都是中国生产, 又好, 价格又便宜, 你必须承认, 你包括包装, 就漂亮, 好多产品好, 人现在都转移了, 转移到东南亚去了, 不再人家生产了, 他在干什么, 在找链, 重新建立生产链, 这次用会议的形式大忽悠, 10月28号到12月12日, 在北京举办人事会议, 是国务院新闻办, 刚才这个人发新闻发布会, 介绍筹备情况, 他是主办单位, 是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任鸿碧会长, 他介绍的, 时间是28号到12月2号, 时间不短, 地点在国际博览中心顺义馆, 顺义台坑有分馆在那举办, 这就和美国闹到今天的程度, 说你要不闹的话, 这个工精链, 生产链都形成了多好, 只是提高它效果就好了, 是吧, 然后走向民主法治国家, 问题走向民主法治, 你习近平就下台了, 他是为了个人, 对吧, 所以为什么人家胡春华, 李克强他们对他有意见呢, 那些人基本上还是向往前走, 但是他搞的也是一党之政, 他不想和美国彻底翻脸, 他想逐步的一点点走向民主法治, 所以现在支持李克强的派系, 仍然存在, 我们来看看下一步, 你下一个你看, 加强最中小学生的洗脑, 西渊很害怕, 因为他想搞帝王制, 你搞帝王制, 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加上了, 大部分都除了留学了, 工干了, 甚至还有好几个家庭的, 海外都有房子, 所以你很难像北韩那样, 就是在忽悠老百姓, 他怎么办, 他准备长期的功夫, 什么功夫, 从小抓起, 你看, 加强中小学生课本, 课程, 效仿课程, 建设和管理, 是要洗脑的, 从此课本当中, 不可能再有什么华盛顿啊, 是吧, 讲美国啊, 加拿大凤叶啊, 什么美国的自由, 加拿大的法治, 他不会再讲这东西了, 讲都是因为不好, 这样造成什么, 另外英文他都不重视了啊, 有个地方都取消英文了, 就这样的, 从小开始洗脑, 他就为他的儿子做铺垫了, 你们不信往下看, 他在想给他儿子扶持上来, 因为他保护他之后的儿子, 现在还没给他儿子正式出荣快乐, 据说在江苏省委宣传部, 他的儿子, 大儿子, 死生子, 海外媒体都有报道, 我是比较相信这个事的, 否则他不会这样, 你想他搞这个名堂干啥, 就学北韩, 北韩不就这样, 小孩一生年以后就讲, 金日成, 一吃饱饭, 就金日成给你发小孩儿子, 也感动了, 你没干好是因为你不按照金家指示, 没干好小孩内疚, 一出了以后金山, 鼓掌子, 又傻瓜, 就存傻, 毛泽东当年在天安门不就是什么, 咱们都相信毛戏出来的, 你这红衣兵蹦啊跳啊, 毛戏外星猫, 你现在想是不是神经病, 那就神经病吧, 他死了以后, 这中国还改革开放, 比他活得更好, 是不是啊, 他这个就是欺骗, 他做了一场梦, 就西医平啊, 做了一个帝王梦, 还在这个洗脑啊, 想他一世是习二世坦, 第三世是再搞下去, 搞西安成敌啊, 回到新海革命之前, 美国绝对不会容得他这样做, 一定是一场战争, 我跟你讲, 就是自由世界和威权世界大决战来临的, 这就是百年变局啊, 但他认为是十何世在他一连,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 还有长三角的忽悠, 因为这个长三角, 习近平李强非常重视, 大家都知道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 李克强是上这个广州, 说啊, 开这个这个会议, 继续改革开放, 讲了这个开放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历史的潮流怎么讲一通, 是吧, 因为那时候会议元老还是支持李克强的, 因为他想包党, 完了李强不就偷跑到长三角自己搞一个会吗, 对吧, 你就知道, 这个长三角你看看, 跨界合乎共治新探索,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观察自三, 因为这是李强搞的嘛, 李强重点是这个, 所以他鼓吹这个, 你看后期虚假报道, 看好中国市场机遇, 外国商业领袖, 这个分之塌来啊, 这个意思啊, 他举一些例子, 还有一些资本家现在继续支持, 就是愿意到中国来投资, 你看这里就列举例子, 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来了, 福利哲, 叫中文叫范杰恩, 近日访问中国, 看好中国市场, 花旗继续扩大这华业务, 还有什么呢, 还有马斯克, 这个大师看马斯克, 我讲到了, 是吧, 至高起扬的, 他因为他是电动汽车, 中国市场大呀, 真正买家确实, 如果是继续改革开放年代, 回到胡温那年代, 当然马斯克在那时候, 有好处了, 但是如果下锅开战就完了, 他就给你自己, 你就扣了, 给你立刻就翻脸, 他就成为人质了, 他财战就完了, 还有摩根大通, 看见没有, 戴蒙, 还有新巴克, 新巴克在这也有, 我都经常去, 他比提摩浩腾要稍微贵一点点, 但是他里面设施好, 什么电源, 闻到WiFi都有, 里面有插座, 搞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他等等等等, 他在秀这个东西,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有些跑了, 但是有些还来了, 我不在乎, 你看他在赌气, 习近平是赌气之国, 赌气是搞的经济, 搞的今天, 你看后边就讲故事, 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就习近平认为, 啥事也不用做, 就把故事讲好就行, 那个新冠治理这个一塌糊涂, 他也不内疚, 不检讨, 讲故事, 咱们好, 治理是最好的时候, 收放自如, 刚开始不动摇, 不走样, 是不是, 坚决不动摇, 然后就是收放自如, 他永远正确, 讲故事, 其实讲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就撒好中国谎, 就这种欺骗, 要怎么现在, 这个海外媒体, 就纷纷批评, 这个习近平, 原因就在这里, 你看在要文聚焦里面, 讲这些, 各行各界的, 成就, 还有一些动向, 巴是一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城市名单公布, 中国的医疗体制是成问题, 因为我在国内, 我知道, 你要看病, 他不像加拿大家, 都是家庭医生, 你自己找家庭医生, 完了再到钻科医院, 他是什么, 你直接到这个门诊去, 所以再加上这个社会, 是个权力社会, 就什么事, 就是你看你官职, 这样人情人脉, 干啥事都得找人, 我是知道, 现在我都不适应这个了, 在这里都没有这个思维了, 你有什么事, 就排队就完, 就办就行了, 中国什么事, 老同学, 老朋友, 老哥们, 你打个电话, 兄弟, 我今天去看病, 来吧, 你几点来, 八点来, 来你就可以看, 你要是认识院长, 院长那么口等了你, 是不是, 这就给你接击学, 都不用花钱, 全都检查一条龙, 都保住排在前面, 你在这里就行了, 这里是认识平等的, 是吧, 他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卫健委, 六部公布, 八十一个解密性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 试点的城市名单这里讲, 想采取一些措施, 就把这个医疗, 这个资源, 下沉, 下沉, 他搞了个比例, 将三分, 至少三分之一的门诊号员, 和四分之一的住院床位, 向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队, 和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下沉, 这是对的, 但是很难做到, 你想一挡之刃, 当官的永远是有特权, 是不是, 就小官他有小特权, 甚至不是官的, 如果说有人脉关系, 对不对, 你以为种种原因, 你是老师, 培养学生多, 找学生也行, 对不对, 他都是这样, 这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政治制度问题, 当然他现在也开始实行家庭医生了, 也有国内回来跟我讲, 老江, 你讲的东西好多都落后了, 中国现在也是家庭医生了, 不像你讲的情况, 也批评我, 我也善于提取批评一些, 我只是今天看了报道以后, 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你看后边这些, 像李家超, 香港发挥人民,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就和美国争老大, 也说美元是老大, 在经济上, 在金融方面, 他非要当老大, 要搞人民币, 人民币现在可以这样讲, 当打起仗来人民币一落千张, 将来不及你们等着看吧, 将来还是美元的, 那么后面这些, 我不去多讲了, 在反腐败方面, 今天很大的事就是审判谁的胡春华, 或者是汪洋的嫡妻叫陈如贵, 因为我们一起查他, 跟简历来不及事件, 找人事那么多, 他就讲到什么呢, 对这个他已经抓了这个官员, 把这个官员抓完以后, 由广西壮主治区南宁市人民检查审查起诉, 肯定这样判得非常重, 也就是这个人以前呢, 你看他是实力派官员广东的, 那就是胡春华的嫡妻应该是, 你看他担任过什么呢, 广州市原建委主任, 建设工委书记, 你看大权在握, 广州经济发展那么快, 建设项目和工程都在他手里, 对吧, 党组成员秘书长, 广州常委副市长, 还政法委书记, 直接一条吧, 政法委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安全局, 你就想想这里权力多大, 肯定也是腐败分子, 但是由于站队错了, 抓他的目的审派审讯他, 我估计啊, 震慑他, 要搞不好一次武器徒刑吧, 拿他来干嘛, 吊着他干什么, 吓唬他, 让他干什么, 老陈啊, 你这个, 他的钱太多了, 咱们去无聊那了, 只有一个办法, 立功表现, 检举计划, 都给谁送钱了, 好好想一想, 就这一套东西, 作案组计划就开始震慑他, 引导他, 检举揭法胡春华, 或者汪洋对地派, 所以胡春华的下一步, 并不安全, 那么今天国际新闻还有很多, 等下一场和大家继续谈,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